能理解吗 核心功能 我们把核心功能给它沾到沾过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其实是这里对吧 刚才已经解释的够清楚的了 好吧 然后对吧先去内层map 然后做属于它的去to top发回 对吧然后view代码 view代码是在我们的这个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赶紧问啊问就算了啊 python调用函数 其实我们把这python调用函数 直接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没必要的呢 在那边去的 是吧 复制到这里 有问题吗 我最后再总结一下啊 你看这个东西它 它它我们如果演化成circle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circle啊 它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circle 我们可以写一下啊 它这个circle类似于什么样啊 就是select select什么样 select classer 对吧 然后cont cont cont classer 对吧 然后呢 from from xxxx 对吧 vr vr是什么 vr是你的条件 对吧 stree app 等于什么 卡普卡 对吧 and 可能还有and 对于还有别的条件 对吧 然后groupy groupy 是吧 就这么个意思 当然 如果你简单情况下 你拼circle是没问题的 但是 但是这个东西 肯定没有这个东西 肯定没有大白素显 这个东西厉害啊 ok 有能听懂的吗 算了啊 不问了啊 继续啊 好 讲完了 好的 讲完了呢 然后就开始下一个 打点 普隆米修斯的打点 嗯 打点这个呢 怎么整呢 嗯 打点这个 看看啊 首先是这个这个sd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使用过 听懂一点点 嗯 下去慢慢消化吧 嗯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sdk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使用过 对吧 这个 对吧 如果你听过我的普隆米修斯课 你应该 使用过 对吧 那么 如果我们要使用进框架 我们让进框架 自动帮我们打点怎么样 这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人直接封了一个进的一个普隆米修斯 我们直接使用它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我们先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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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中先把它开启 但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进一起开启 和我们的进 他和进开启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相当于给你的进也打一些matrix 比如说进的一些路由的一些或者请求的一些东西 对吧 ok 那我们 我们我我我我们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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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这个进就变成了咋样子呢 我们就把那个自大的进给他修改一下 我们先把那个那个提交一下吧 随便打一下吧 随便打一下吧 随便打一下 嗯这个叫做那个呃 外部外部htb对吧 htb 我把这个进呢稍微改造一下 对吧 然后呢我们弄一个什么呢 就是打点的一个东西 dc杯 我们用一个他的一个库 我们把那个库给他沾过来 对吧这个库给他沾过来 嗯 嗯 对吧然后这个这个玩意怎么整呢 我看看啊叫做 嗯 弄一个弄一个那个 弄一个弄一个弄一个P对象 这个P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他的一个中间链 叫做 嗯 进进普隆比修斯 对吧你看啊 你看到吗 他这个包包的名字 我们可以点进去 你看他包的名字叫什么 叫进贡普隆比修斯 理解吧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他的那个包的名字和他的路径 不要求一致 对吧不要求一致 但推荐一致 是吧 这个东西叫做 进点 new 普隆比修斯 对吧然后 比如说你随便给他起一个 subsystem 是不是那个普隆比修斯 sdk 中去做那个metrics 是划分的这么一种 相当于规规则吧 对吧 然后p.user 对吧 对吧 就可以了 对吧 我看看啊 哎 应该是可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启动服务 启动服务 重启服务试一下 重启他 他们took这个东西也给他禁掉吧 把他打当debug 嗯 底下的东西怎么怎么不整呢 叫做 localhost 我这是8082是吧 8082metrics 哎 有了 对吧 有了 让我们看一下 gen里边的这些东西 哦 有了 对吧 genrequest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哎 有了 request size1 1不对吧 哦 难道他是每隔一段时间刷的吗 这个这个这个统计 比如说我们这边再 请求一下 哦 你看吧 重复请求这个还不算 你看这边变2了 看到了吗 对吧 要刷新他这边不会变了 对吧 然后在那边再请求一下他 变3了 对吧 OK 嗯 但是这边那个日志怎么怎么没了呢 R点柚子 这个顺序的问题吗 我看看 烤的日志没了 看看啊 R点P点柚子R R点柚子 进点logger 啊 我知道了 这两个中间间的顺序得调整一下 嗯 你看 调整完之后他那个日志打出来了吧 然后我们把那个flash memoryflash time 这个东西给他注掉 太烦了 hostgo 127 这种循环打印的东西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啊 对吧 host 127 index flash 看起来应该是他 对吧 127 127 嗯 这就是短 短日志文件的一个弊端 我不知道是哪个 我知道是host.go 但我不知道是哪个host.go 对吧 127 这边还有 难道还要host的吗 那我只能搜这个了 哦 memory 对吧 然后把它改成debug 嗯 重启他 把这个httbl go给你们发过去 对吧 ok 也就是说呢 我一旦重启他之后呢 哎 我打开我的默认的metrics 这个pass 就有我的统计的技术了 这个东西呢 简单说一下啊 就是他里边是sdk的几大类 底下这些都是sdk的默认指标 有几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process开头的 就代表你这个 嗯 这个进程的 第二大类就是普罗米http开头的 代表这个普罗米这个sdk 这个普罗米修斯sdk这个htb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刷新一下 再刷新 再刷新 就你每次来请求他的时候 这个metrics的时候 他都会去 请求 就是技术 对吧 这个counter 然后呢 go开头的就是他那个go进程的 对吧 这是第三大大组了 percess go进程的 这三大组是那个普罗米修斯sdk的 默认的东西 对吧 然后再往上呢 是进开头的 因为我这边叫进嘛 对吧 你比如说你这边改成 小椅 他就变成小椅了 比如说我们重启他一下 你看 因为他是rx了嘛 rx掉下去了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 他是进开头的那些东西 那么进开头的话 我请求这里 我是请求不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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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的这个路由 应该是被那个sdk拦住了 对吧 我请求这里他请求不到的 那我只能请求哪里呢 你看到吗 我只能真实的去请求一个 我请求的是什么呢 我请求的是你的resource 这应该是distribution 对吧 你看我刷新他一下 他这边统计了几个值呢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叫做request duration 是一个summary 就是一个summary的一个分位值 对吧 你这边一共有一次 然后你这边的总和是他这个单位是秒 seconds 对吧 然后这边是他请求的那个size request的size的大小 比如三百二十八 对吧 就是请求大小 不是返回大小 然后这是total 就是他能与你的request total 你看我请求的是什么呀 我请求的是你的apive request distribution page 一千一千零二 对吧 然后呢host post 然后那个handler 对吧 那个handler去那啥的 对吧 那你看我如果我这时候呢 我去打一下我的那个叫做resource 什么玩意的query是吧 对吧 比如说打一个resource query 哎你发现他这边那个series又多了一个 哎 咋没了呢 哎 我这个query这个pass没有没有吗 resource query 我去他他他他他还不他他还不他还会删的吗 这么屌吗 如果能删的话那太屌了 哎呦呗 我这两个请求都是一样的吗 不可能吧 resource group 我请你一个resource group吧 那个写了看看 对吧 对吧 这才对吗 哎 刚才那个不知道咋回事 算了 不管他了 就是你请求不同的pass 他应该给你能打出不同的pass里面 然后技术 对吧 而且我理解他应该不会删的 对吧 所以简单解释一下这些指标 对吧 简单解释一下 ok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更新一下文档 http 所以我们把这个http改成 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直接复制了 查看matrix是有指标 对吧 这个呢我们就随便粘 粘几条指标 给它粘到里边 ok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就是叫做 新增matrix包进行那个技术 对吧 那新增matrix包进行技术 我们可以在service server下面清增一个叫做matrix metric metric 对吧 metric 对吧 metric metric metrics都行 metric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metrics.go metrics.go metrics.go 对吧 然后metrics.go里边干嘛呢 首先要把那个普鲁米修士给倒进来 对吧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先写一些那个 你看这里面要就写什么叫做resource flush time 代表刷收紧的时间对吧 那ok 那我们怎么样去写这个这个sdk呢 其实呢有多种方法 我们选一种最搓的方式 一种最搓的方式 全球面量 对吧 全球面量怎么怎么搓呢 怎么写呢 很简单 index.flush.duration 对吧 等于什么呀 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点什么呀 点 new us.new new new什么jauje victor 对吧 这个newjaujevictor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newjauje带一些可以带一些设置标签的 这么意思 然后呢 这个玩意怎么传呢 要这样去传 就是 嗯 普罗米修斯点 点什么呀 点jaujeoptions 对吧 然后呢 我给它fulfill一下 namespace 这东西都不要 namespace subsystem namespace和subsystem 什么意思是啥呢 你可以用通过它去拼接 比如说namespace叫叫a 对吧 那我的subsystem叫b 对吧 那它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a下滑线b下滑线XXX 对吧 刚才我们那边也其实也能够看到了 对吧 如果你不写它的呢 它就没有前面的就是XXX 对吧 然后至于普罗米修斯的那个命令方法的话 那个 呃 你们可以去官网去看看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要叫resource lastflash 什么flash time 就代表上一次你刷的时候耗多长时间 对吧 对吧 我们直接给它抠过来 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help 就是随便写 其实讲究的话应该写的好一点 比如说我们先写一个好的 后边我们就不写了 因为这玩意儿写的太累了 offindex 什么flash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给开发人员看的 其实意义也不太大 然后呢 嗯 dude option 对吧 然后这边呢 这个东西就不要了 然后这边呢 少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 是一个stream的一个数组 一个切片 那我们这边来一些common的一个resource type 对吧 common 第2resource 第2resource resource resource什么呀 resource type居然没有在里面是吗 好吧 这反人类吗 common 第2resource type typ 比如说我这叫resource type 对吧 哎 逗号 哎就写完了 所以就是这就是第一个 你的第一个指标 对吧 这个第一指标意思是 它内部有一个标签叫做r rt嘛 就是resource type 对吧resource type等于 啊host 或者什么那个rds 对吧rds 有一堆对吧 有这么个意思 ok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number 对吧 number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复制一个 我们都用这些uge 这些uge 简单嘛 对吧 叫做re re resource number count 这个resource numbercount 是resourc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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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对吧 然后resource number count是number of resource number of resource 对吧 resource 我们也给它一个resource type 对吧 resource number count 哎就搞定了 我们先写两个先试试水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注册matrix的一个函数 注册matrix这个怎么写呢 就是一个new matrix的一个函数 我们先把这个可以粘贴到这里 对吧 对吧 写一个注册matrix还是方生 new matrix 那么这个new matrix的什么意思呢 他那个sdk呢 要求你必须要把它那个给它注册进去 注册进去 注册进去怎么注册呢 要注册到一个registry registry 你可以用default 你可以new一个 我们这里用简单的就是default default.registry.must 这边有个叫做must regist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直接把我们这个 你这个相当于指标的这个这个这个对象给它注册进去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ok 对吧 所以呢然后呢 我们在metrics中就会要去在门在门中就需要把这个 调用给它加进去 叫做 嗯 叫做什么呢 编排开始在这里吗 对吧 叫做那个 注册matrix对吧 叫metrics 点 new matrix 对吧 跳到我们这个注册的脸 对吧 ok 那么我们在然后干嘛呢 就是在我们在刷索引的时候 我们哎呦把这个new matrix也给它拷贝到这里 注册的话你这就不行了啊 这个就然后我们在 编写这两个纸边的打点实例 啥意思呢 在刷索引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全量资源对吧 统计刷索引的时间 就刚才我们非常讨厌的那条日志 对吧 所以说明什么呢 你打日的地方都可以打打打点对吧 叫做买点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host 嗯 memory index的host中 对吧 干嘛呢 依次填入label 我看这个块怎么填的呢 就是叫做flash index 是吧 host flash index 在这里嘛 time start 对吧 ok 那么我们有有拿到这个total 我们就可以打点了呀 怎么打点呢 叫做 嗯 我想想啊 对就打 直接打吧 叫做 嗯 叫做metrics metrics 点什么呀 点resource number count 点 怎么打这标签呢 点位置 点位置 然后就是普罗米修斯 点label 点label是什么呀 resource resource type 对吧 那么resource type的话 我们来个讲究点的 叫做common common.resource resource type 然后呢 common.resource host 对吧 我现在在刷host 对吧 里面就是resource host 你如果在啊 你这边有个rds点够呢 那不就是rds了吗 理解吧 点 然后呢 你的标签设置完了点 因为那个 它是一个jauje的 它有很多方法 对吧 我们用一个set就可以 set呢 它一定是个float64的 float64 我们做一个转化total 哎 搞定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 对吧 那第二个的时候 我们在外层去算 它那个刷刷新所有的 那个耗时 就在这里 这个flash index的这个外层 对吧 ir differfunk里边 然后differwd.down 对吧 我们在这个外层去计算 它那个耗时 就很简单了 这边呢叫start等于 time.time.now 对吧 然后呢 还是一样的 我们我就 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 我就省得写了 对吧 对吧 然后这边 这边是我那个叫做duration 对吧 indexflashduration 然后呢 也是这个result type result host 注意这不这里不是host了 是你这个 你这个ir的一个 它的一个 一个类型 对吧 所以你得用ir 对吧 所以你得用ir ir.什么呀 ir好像还没有这个对象 是吧 那有点尴尬 我看看啊 index name 对吧 所以这边我们是需要它的name的 叫做name 这里我们需要它的name name name 对吧 点 点set什么呀 点set flow的64点什么呀 耗时怎么写的 叫tom.now 点sense 是吧 不是 就tom.sense 然后start 点 seconds 对吧 搞定了 搞定了 然后呢 启动 狗猫就tidy一下 没给它加进去吗 让一把 ok 然后呢 它里面不是开始疯狂的刷索眼了吗 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一个页面 我们就要看看我们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 看到了吗 resource index flash last time 就是上一次耗时的多长时间呢 是 十 十四毫秒 是吧 十四毫秒 一共有多少个呢 67个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count是67个吗 67个 对吧 理解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 我看看改了哪里了 嗯 改了index 是吧 index index和metrics 这个视频 贴个视频